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为您梳理美日新闻话题榜 事件4月13号起 越南多地发生了打砸抢烧外国企业的严重暴力事件 目前约4000名中国工人已经回国 中方已经提送了中国公民和越南旅游安全的提示级别 回应针对高考改革方案2017年实施 应以退出同考的传闻 教育部表示正在研究制定和完善考试招出制度改革方案 按照三年早知道的原则方便考生和家长了解 发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了我国首个农民幸福指数 我国农民幸福指数为0.5578属于中冷水平 物工农民低于物农农民 现场18号浙江省一辆草冠车侧班 部分四绿以丸泄漏至富村江 经过紧急处置泄漏污染基本得到控制 此前停止取水和自来水供应的富阳市已经恢复供水 现在正是东北春耕插秧的时节 每年的这个季节里都会有周边数以万计的农民 聚集到黑龙江省北大仓梁市竹散区三江平原上做起插秧客 他们在这个播种的季节淘金 然后再带着这20多天的收获回家 而我们的记者最近在拍摄这些插秧客的时候却发现 随着那里种植方式的改变 这支插秧大军的淘金之旅也在发生着变化 这里是黑龙江省农肯建三江管理局前进农场的火车站 又一批扛着硕大的包裹拿着众多行李的农民工们急促地下了火车 虽然天上下着雨 但他们好像并不在意 因为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赚取财富的地方 你不过来做什么工作的 我呀在那边插秧们 是不是听说这边钱好挣 我从前他也来的 他也来整个家的 咱们自己跟他来 每年这个季节会有数十万人涌入三江平原 靠插秧挣钱 因此人们给这些外来的临时工们 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插秧客 黑龙江省三江平原地区 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生产基地 但由于当地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 每年春耕季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进行水到贝耕插秧 因此这些插秧客们就是看准了这里工作时间短收入高的特点 从而产生了像每年春运一样小范围的又一次迁徙 火车还未到站出站口就已经人声鼎沸了 为了抢工人这里就成了一个自发的劳务市场 有些人很幸运很快就谈好了价钱随着雇佣者走了 而更多的人还是在犹豫仔细寻问今年市场价钱 这些来前进农场打工的插秧客们大多都来自隋化和庆安等周边地区 他们平时在家里务农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来农肯插秧 顺利的话不到20天里就可以挣到六七千元钱 虽然收入不菲 但我们从火车站了解到 从2010年开始来此地的插秧客人数就逐年下降 在这群插秧客中我们认识了53岁的宇书云 宇书云家在庆安县 今年已经是他来这里插秧的第17个年头了 人工插秧是他最擅长的 但这些年肯招人工插秧的农场主越来越少 在苦等了两天之后 还是依靠中介才找到了一个战机器的活 战机器是辅助机械插秧的一个工种 如今东北机械化作业的程度非常高 基本都是一台机器搭配七个人 就可以完成一户全部的插秧工作 一个人开机器 两个人站机器 两个负责补苗 两个负责挑苗 而站机器的人要做的 就是把秧苗顺着托盘放进机器 并且保证机器顺利下苗 这工作看起来简单 但在旁边监工的照双眼里 宇书云干的并不怎么样 这玩意儿必须得清浇水 不清浇水 它根本就不往下苗 你整一整两三米一碗 你身头怎么补 必须浇水 师父的浇水 师父没有是水浇吧 赵霜告诉我们 浇水可以起到润滑的作用 让秧苗的根部不至于缠在一起 这样插秧机走过之后 就不会缺苗断空了 也节省了补苗的时间 咱们自己操 别人操都笑了 宇书云过去一直干 人工插秧 很少配合农机工作 想想自己从前 经常被人夸赞的技术 如今却使不上 不免也有些郁闷 你只跟过机器 跟过两回 银工你看自己 你瞅着这个苗 就得栽在这块 你看他手他拿着 这机器你不能干啥玩 你干啥不一定有没有 他叹叹叹叹叹叹过去了 那可不 他就不一样呗 由于年龄的原因 对于田里的这些铁家伙 宇书云并不感兴趣 但农户们却并不这样想 赵双给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 一个季节一天 咱们说 最低的也得差二十三四亩地 这样你要是用人工 得用十个人到十二个人 能差那些地 但是人工费用非常高 最少是三百五千一亩 就这样 我还喜欢用机器 近几年 农肯区机械化使用率逐年提升 以建三江管理局插秧机数量为例 2004年全区只有六千七百九十四台 而2013年已经增长到了三万六千六百零七台 使用机械覆盖率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九十八 也就是说 除了实验田和一些机械进不去的小区域田地 还需要人工插秧之外 机器已经基本取代了人工 而如今农场里的另一项人力工作也开始被机器替代 孕苗机的诞生则减轻了挑苗工的劳动强度 它有着超大轮子 可以在水田里畅通无阻 再加上数千斤的载重量 使得孕苗速度大大提高 薛洪杰今年刚刚买了一台 在整个农场里 他是第一批尝试使用孕苗机的人 而对于孕苗机展现出来的效果 他也十分满意 而将来孕苗机的大范围使用 可能会淘汰更多靠体力挑苗的插秧客们 这对那些年龄大 或者只想依靠力气挣钱的插秧客来说 逃进的道路将不再平坦 需要人工插秧的越来越少了 你也得找其他出路 对 以后再说吧 别耽误事了 好的 据前景农场火车站的人数统计 从2011年起 每年插秧客的人数就在逐年减少 从2011年的10万农民下三江 再看今年的插秧客 只有6万多人 剩下的基本都是年龄适中 对插秧机熟悉的人了 农业工具的每一次改进 都会带动着农业前进一大步 今天农业机械化的快慢 还关系到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进程 只有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 大量培训以农机手为主的新型职业农民 才能解决谁来种粮和用工荒的问题 农机是拉着中国经济往前跑的发动机 这些年政府通过农机补贴和培训农机手 让农机跑得更快了 插秧客越来越少是一件好事 只是我们要加打培训力度 让他们尽快找到新的正确路子 下节预告 养殖户重度亏损 首单升诸价格指数保险 今年能否理赔 率剔的汉血马再次来到中国 是否如传说中的流汉如血 更多精彩广告之后为您呈现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当多数人还在睡梦当中的时候 他们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他们比别人更早感受到温度 湿度和时间 也比别人更早看到每一天的太阳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播出系列节目 谋生在黎明 真实记录这些在城市的黎明前后 努力打拼的故宫人群 在北京市里一个居民小区里卖菜的 王成和妻子 就是这只在黎明谋生的人群当中的一员 凌晨三点正是人们熟睡的时候 此时王成已经准备出门上菜了 我这每天都是三点 下午有时候吧 再补一觉 累啊 今年已经50岁的王成告诉记者 他每天全部加起来 最多也就能睡6个小时左右 此时蔬菜批发市场 早已灯火通明 在这里上菜 都是批发蔬菜的商贩 把菜直接送到车上 结完账 留下停车的位置和车牌号码之后 王成就可以去下一家上菜了 他家也是我们老关心户 他把那个不好的呀都挑出去的 我要好的 要上别人家吧 他有时候他把那个不好的 就给你装在箱下面去的 回家了拿出来一看都烂了 来送完点送完点 装点送吧 白的我们什么家 这个最好的起锅 是我老爷的最好的 咱们那个地方基本上 用菜都用好 不好了 做到下午他就面 面来放就不新鲜 把那个菜拿回去 放到一天 他都不娘 因为他新鲜 王成的蔬菜店 不仅仅针对小区居民零售 每天还要给将近20家饭店送菜 根据饭店供应餐食时间不同 有几家早上8点钟 就要把菜送到后厨 几斤 十斤呢 不行了 再给王成打电话 什么不够了 不行 王成 那水不够了 不行了 你还得拿啥 每个通道什么菜 每个通道什么菜 我都给他归上了 你看我这个大门的写着也很明白 一个到一个到就 就不浪费时间了 我们忙的时候那简直老狼狈了 到七八点钟那工具 那行的那不可开救 那工具忙的简直疯了都 晚上睡觉的时候 睡躺炕觉得特疲惫 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上都疼了 儿子26岁了 刚参加工作 太小 他还没成家呢 他都要成家了 我都要完成业务了 就没觉得没有压力了 现在压力老大了 今天王成除了水果和肉之外 还上了七八十种蔬菜 那边是好一点 这边 我今天堵车来晚了 我今天堵车来晚了 可能是车上装着三家的菜弄混了 后厨收菜的人对着单子连念了几个菜 王成都没有找到 王成又回到车上找 重新送下来 时间长了 都互相往里面一点 他们也说 他们说 谁都有错的时候 不要紧 王成还有近十家的菜需要送 他告诉记者 虽然累是累了点 但是他心里高兴 在黎明谋生确实不易 同样辛苦的呢 还有生猪养殖户们 今年这肉价涨涨涟涟 养殖户的心也像坐了过山车一样 忽上忽下不踏实 去年五月份 国内第一单针对生猪价格的 政策性农业保险试水出台 在生猪价格低迷的时候 养殖户可以通过投保的方式 来获得赔偿 眼下一年的保险周期到了 买了这份保险 就真的能够降低养殖风险吗 5月11日 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猪粮笔 这个数字可能只是 全年50多个数字中的一个 但是对于剩一期的 20多个养殖大户而言 这个数字有了 他们于去年投保的生猪 终于有了一个全年的计算依据 去年五月 猪肉价格低迷的时候 国内首款生猪价格指数保险出台 北京市顺义区的曹学义 和村里的几个养殖大户 成了第一批投保户 我这回上了是9400头 应该是11万2000多块钱 这一选种和以往的农业政策 显不同的是 它的保险标的物 不再是生猪本身 而是生猪的市场价格 也就是说 生猪市场价格低到某一程度时 他们就能够拿到保险公司的理赔 而国家发改委公布的 猪粮比6比1 就是他们能否拿到赔付的参照 再同心再来一遍 别着急 慢点 别着急 一个一个的来 从头开始 年平均猪粮比6.1比1 高于6比1的盈亏平衡点 如果它这个计算结果无误的话 这就意味着 从2003年5月到2014年5月 这个保险周期内 他们养猪不赔钱 不满足保险合同上的理赔条件 这和他们的实际感受截然相反 年平均 这个一头乳平均150到200 我认为买过险是买对了 可是那究竟怎么赔还吗 我不管说 对于这些每天在养殖场忙碌的农户而言 上网查找猪粮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更何况本确计算出理赔金额 他们情愿相信 是自己在查找和计算的某个环节出了错 也不能接受这个计算结果 作为全国首单 升出价格指数保险 投保农户能顺利获得理赔吗 又是否能合心意 明天栏目将继续关注 再来关注南方强样雨 先来看一件心惊肉跳的事 广西贺州昭平县 善政村九苗寨 一个月以来连绵的大雨 将九苗寨围成了一个孤岛 在附近学校就读的22个孩子 每天都要蹚个水上下学 真的是相当危险 再来看广东惠州 惠州部分城区大面积积水 有的路段水深超过了一米 部分村庄变成泽国 很多村民被捆家中 等待消防队员的救援 大亚湾有20多条渔船 被水冲走 西贺木门预计 南方强样雨区域将会继续难移 北方也将展开大范围的降水 特别要提醒山区住户 强样雨容易引发城乡激烙 山体滑坡 泥石流和他方等次生灾害 农户们也要尽早做好清沟排水 树体防护 以及覆盖护苗等暴雨防御措施 时刻注意人事安全 接下来咱们换个轻松的话题 说一说国宝节的动物 大熊猫是咱们国家的国宝 野生加上圈养 全世界总共也就2000只左右 而土库曼斯坦的国宝 阿哈尔节金马 比大熊猫也多不到哪去 大概一共就3000匹左右 这阿哈尔节金马 其实就是咱们口中的汗血宝马 5月12号习近平主席 接受了土库曼斯坦总统 赠予中方的一匹汗血宝马 2002和2006年 土库曼斯坦分别将两匹汗血马 阿赫达什和阿尔卡达格 赠予中国 而今年这匹金色汗血马 更是不可多得的马中帅哥 这匹马是一匹公马 2010年生了4岁 身高是1060 马的岁数乘以4到5倍 就是人的这个可以这个 大家可以晃算的一个年龄 然后就大概在16岁到20岁之间 这匹国里马被网友戏称为土豪军 这汗血马一说从何而来 现在最为公认的说法是 因为马的皮肤薄奔跑时血液在血管中流动 容易被看到 另外马的肩部和颈部汗血发达 出汗后局部颜色会显得更加鲜艳 于是就有了流血的错觉 不久前 影星成龙作为2014中国马文化节的形象大使 就骑着一匹汗血马在太庙闪亮登场 马应该是新球之路的伙伴吧 也是汗糖的一个标志 而且马就是奔向繁荣的大都市 这些集合在我们北京也算是完成了我们这个东东弄吧 汗血马体现更多的是一种历史文化价值和中途两国的外交媒介 但是从产业角度来讲 中国的蒙古马 伊犁马 西南马 三河马等品种发展 也日渐完善 马产业作为畜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在蓬勃发展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 下期的更多节目内容 请观众的官方网站 农室网 农室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运动客户端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试浏览 感谢收看今天的巨标山农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